老板 这伞这么好看 怎么都不要了 一看小哥你 就是外地来的吧 这京都都大旱三个月了 谁不知道啊 你说还要什么伞 有什么用啊 大旱三月 启元十四年 今日初几啊 今日楚暑 七月十一啊 老板 这伞我拿一把可好 随便拿 随便拿 谢谢啊 我记得京都杂谈 曾有记载 启元十四年 楚暑大雪 百年一日 挤了京都大汉的围 看来 近太史局有望嘛 三曲不渡相思梦 估计一好 难道是在等着对峙吗 天哪 大人 李不问答的文书 又到了 文书 是吧 这啥笨管 要不您去求求 里边那位贵啊 有他 他能有什么用 一个皇子朝中的事说不上话 就知道躲在这里写清词 还真以为这样就能下雨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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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来了个少年 说自己有观天占补之闹 你傻呀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这么说才进来的 快开开开开 好 等等 让他进来 是 行 大人 人已带到 大人 你有什么办法求雨啊 大人 您不用求雨了 今日是七月十一 晚间会天降大雪 进都之困 历时可见 下雪 怎么可能 七月 拖出去 拖出去 走 大人 您相信我 今晚兵会天降大雪呢 走啊 大人 快走 快走 大人 请您相信我 大人 请您相信我 你去看看 快走 大人 请您相信我 今晚兵会天降大雪 大人 小人愿意向上人头担保 太史令大人 你看他如此笃定 不如多留半日 看看是否 真如其所言 这怎么可能呢 姑娘 是冯夕冯大人 举荐小人来的 他说太史局 可以收容小人 太史局隶属礼部 扳出冯夕这个侍郎来 或许有用 这是 冯夕的令牌 正是 太史局妙小 容不下你这样的才高之人 太史局妙小 来人 请这位仙人数据 姑娘 走 大人 请您相信我 今晚这样子 小兄台 是异象人吗 公子真是眼尖 不是我眼尖 如今京都大汉 也只有一厢人 会出门带伞 所谓未雨绸缪 我 纵使此刻明月高悬 安置下一刻 不会有狂风宇宙 那就请不吝点赞 对 没有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曲不渡相思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她只是为了求个职位 胡言乱语罢了 拿着吧 马上就要下雪了 是她 是她 找到你太好了 醒醒醒 醒醒醒 醒醒 兄太 你却在这里睡了一宿啊 你是 是 不记得我了 我们昨天见过 我叫卢川 是探史局的私立 给 你的任职文书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的确是一夜大雪 的确是一夜大雪 你小子呀 算是攀上高枝了 让三皇子为你做宝 三皇子 给 你的伞 好了 进来吧 一周清唱 月晚生 太史局私辰冬月 拜见三殿下 我是来感谢殿下的 我知道 是因殿下帮我说了话 我才可以入职太史局 昨日不知道您就是三皇子 所以有些失礼 你是说肚子饿了 算是失礼吗 难道知道我是皇子 你的肚子就不饿了 那 还是要饿的 七月晚生